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说说母亲节 因为昨天也聊了我和我们老娘之间的一些小事 那么今天说说美国人之间的母亲节 我也碰到的一些小事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带着孩子一家去吃饭 外面吃了个午饭 然后餐厅人很多 我们11点半去的 因为等他开门,顶门去 因为我知道今天人很多 我们到那一看的人餐厅11点就开了 人提前开了 我们进去之后还有一大堆人在外面排队 下午又找了一个农场带孩子去玩了玩 摘草莓 然后我太太做了一个草莓smoothie 挺好喝的 拿回来做的 那么我想到跟母亲节有关的 因为在那个农场啊 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跟这个mother day有关系 然后呢 这个我老婆呢在那儿呢 人家要看ID啊 你如果有这个证件啊 证明你这个21岁以上 然后同时你孩子的母亲呢 送你一杯草莓酒啊 就水果酒 然后呢 还挺温暖的一小事啊 很多人我看着一家子啊 可以给妈妈过节啊什么的 那么我说三个小事啊 跟母亲节有关的啊 第一个呢 原来我讲过啊 就是我原来在这个迈阿密工作的时候啊 在这个房车营地啊 碰到一个人啊 在这房车营地呢 当时呢 是在keywise 那个小岛 那一天呢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活动啊 我记得是个同性恋结啊 还是什么一个大型活动啊 住宿很紧张 没有地方住 然后我带着客人呢 他们有酒店 那我自己没地方去呢 我就找了一个房车营地啊 房车营地呢 它那个地方呢 你可以睡在车里面 主要是能够洗澡 有淋浴啊 能够换衣服 夏天嘛 那地方是夏天啊 也可以啊 然后找了个地方 我就一个人 我也不是来度假 我是临时在那住一晚上 然后我那个车呢 也没法睡觉 只能是把座椅都放倒 在车里就熬一休啊 因为这种工作性质就这样 所以呢 晚上没事呢 就买了点这个什么吃的喝的啊 买点啤酒 坐着喝酒 然后我对面啊 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大房车 那房车应该是四五十万的那种啊 就是像一个大巴士的啊 能伸缩客厅的那种 然后那个位置呢 也坐着一个大哥啊 自己在那喝酒 然后后来呢 我喝酒过程当中呢 后来他就主动过来 他拿着啤酒什么过来 然后跟我聊呢 意思就是说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这啤酒喝不了 送给你 我看你也一个人 我说啊对对 我说行 谢谢你啊 坐着 然后就喝几杯聊聊天 聊着聊着呢 那后来大哥就有点伤心啊 因为我看到他那个车上 我还觉得他是不是有家人呢 有亲戚朋友啊 一起 后来一聊呢 发现他就一个人啊 我之前发过那视频讲过 后来呢 聊着聊着呢 他就有点伤心啊 喝点酒啊 他就哭了啊 我就不知道 这个这平水相逢 我又不是你朋友 好像是这么动情吗 然后后来呢 知道啊 就是因为呢 我问到伤心 他的伤心处啊 就说你你你 你没有带你的和你的家人呢 你的孩子呀 什么一起来 开房车嘛 老外呢 不可能自己开 哎 结果他就是自己开 后来就聊了聊他的身世啊 那个人呢 还不简单啊 他是跟那个乔布斯啊 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呢 有过合作啊 还有一些照片啊 我看他那拍的啊 他们工作挺忙 当时呢 他也算是投资界啊 科技界一个挺有名的 那么一个人物啊 工作欧洲啊 到处出差啊 这么一个人 后来就是他疏于照顾啊 他很年轻的就这个 和他女朋友生了一孩子 生了孩子之后呢 那孩子就跟着他 他女朋友好像就没有这个 经济能力去养这个孩子啊 就跟着他 然后他呢 他这儿子呢 打小就跟他们老娘啊 就是等于孩子跟奶奶 长期生活在一起 后来他的这个 他工作很忙呢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算是这个 奶奶和孙子啊 长年生活在一起 后来他工作很忙 他他老娘呢 就突然的一下 这个意外的一种 我听他意思 就是像人脑梗啊 心梗这类的 突然就去世了啊 突然就离世了 这件事情呢 对他的儿子打击很大 就对这个孙子打击很大 因为他长年呢和这奶奶相依为命啊 这么过生活 然后呢 因为这件事情呢 他的这个儿子呢 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他跟我说呢 他开着房车 就为就因为在全美国各地去找他这个离家出走的儿子 哦 我一听还真的是挺罕见的 也挺感人的 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你说他自己无比的内疚啊 他就说对他妈妈怎么怎么样的 欠疚啊 然后没有时间陪他呀 包括母亲节啊 也从来没有给他母亲啊 就是好好的过个母亲节 这是我他提过的一些事啊 我就觉得这个老外其实也是有这种啊 为了工作也好 奔波劳碌啊 疏于家庭的照顾 当家人离开的时候也挺内疚啊 这是我碰到的一个事啊 印象挺深啊 那这个这个事情印象挺深的 另外呢 在我开Uber的时候也碰到一个过母亲节 但是那个母亲节的跟别人不一样 先上车呢 上来俩孩子啊 一男孩一女孩 然后呢 就上来两个男的啊 上来两个男的 俩大哥 然后我就母亲节啊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啥组合啊 我觉得可能是朋友啊 带着孩子一块去过母亲节 也听他们在车上说啊 订好了餐了 怎么怎么样的啊 如何如何的 后来呢 我就听那个两孩子呢 跟其中一个男的说 就是mother mother happy mother's day啊 什么什么什么 哎 我们这个妈妈怎么怎么样 什么 就是 后来我再说 我仔细听 哦 闹明白了 这两个人呢 是同性恋啊 其中一个男的呢 是妈妈的这种角色 但是两个孩子呢 也祝他母亲节快乐 哎呀 我就挺诧异 后来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啊 就是就是美国的这种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哦 同性恋也有母亲节 也给这个就是这个女性这方的这个性别角色的这个人也过母亲节啊 那是我第一次哦 他们也是叫母亲节也送花 也这个这个一起吃饭啊 祝福这样的啊 包括那个男的 那个当那个 当爸爸那角色呢 也跟他说啊 祝他母亲节快乐 那是我碰到的啊 还有一个啊 小事儿 是在这个迈阿密啊 原来我在迈阿密 楼下有个邻居 有个老太太 当时呢 就是因为母亲节啊 母亲节的时候呢 他这个收到一束花啊 摆在他门前 然后还有个小卡片 然后因为我呢 每天从那个我们的住住那公寓呢 我是外走廊的 就迈阿密那种热带地方呢 他那是外走廊的那种楼梯走上去 到三楼 经过他们家门前 我看呦 白石花 哦 母亲节呗 我就上楼了啊 后来呢 下来 然后是晚上啊 在这个 我是有时候坐在后阳台 就公共区域那位置呢 可以在那喝喝啤酒啊 什么的 那老头老太子 楼下那邻居呢 也愿意听听清金乐啊 拿一杯葡萄酒在那喝酒啊 后来就是也熟啊 跟他们聊了天 我说哎 你这母亲节快乐呀 他也挺高兴 我说这个 今天你收到花了 是不是你的孩子送给你的 然后他说不是 他说我告诉你 Derek 他说这个花啊 已经送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我说什么 我以为我听没听懂呢 我说什么叫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 但是他说不是 我以为他是逗啊 开玩笑 我也不知道谁送的 我孩子多呀 还是怎么样 他说我就是不知道 我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我说这个花不是你的儿子 或者你女儿 他不是 哎 不是 那你怎么会收到花 他说 那名字是你送错了 不是 他说我每年已经很多年了 收到这个花 母亲节的花 我就不知道谁送的 但是名字写的是我的名字 送给我的卡片 祝我母亲节快乐 他说我也不知道 这对我来说呢 也是一个特别神秘的一件事情啊 可能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他说我也试图去找过去查过 但是就查不出来是谁送的啊 但是他说 我知道他原来是小学老师 我说 是不是你的学生 他说我大概率猜是我学生里面关系特别好的 但是我问过跟我一直这么多年送贺凯啊 圣诞节问候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说不是他送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孩子送给我的母亲节的花啊 这个东西呢 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但是我觉得呢 大概啊 我跟那老太太聊呢 我大概 我说可能是你付出了某一种爱啊 他感受到了是母亲的这种温暖 但是呢 这个这个孩子可能是比较羞涩啊 比较内向的 他不愿意表达 但是每年都默默地送财 他说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说大叔 你猜的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呢 他可能跟我没有紧密的联系 但是他一直觉得我像一个母亲的角色一样 可能在他小时候的这种这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 但是他说 他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 我也不想再去知道到底是谁了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默默的是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在世界上什么地方 他是谁 但是他像我的孩子一样每年来问候我 哎呦 这个说的我也挺挺挺感动挺温暖的 就这么一个事啊 就是我知道碰到过的 跟老外啊 这个这个母亲节有关的啊 那么今天呢 其实在这个这么多年啊 他在美国碰到这个过母亲节的这种感受啊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跟中国或者说呢 就是明显感觉到不太一样的一点呢 就是美国的母亲节呢 社会各界以及不是母女关系不是母子关系的人 只要是你身边有当母亲的人 大家都 纷纷的拿出祝福啊 或者说呢 体现这种温暖的祝福啊 你是母亲啊 体现这种爱的这种传递啊 你看包括今天 这个在家刚才回来没事 我看看新闻啊什么的 Google News啊 跟母亲节有关的第一条新闻 推到第一条 很多美国人去抨击的是什么新闻 是前总统特朗普啊 川普 川普写了一个母亲节的一个什么 一个帖子 但是里面呢 只字未提 原来的他那个 他的那个夫人 梅兰尼亚啊 没提到他 就是很多美国人就觉得 你这川普 你就不符合美国人的政治正确和对爱啊 你这种公众人物要表达这种爱的这种习惯啊 包括川普有很多的前任啊 美国人有很多是前任都要去问候的 比如说我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离婚了 离了三次啊 我有前任有三个太太 这三个太太呢 也都各自有孩子 但是每到母亲节 我作为他们的前夫 我也得挨个去问候 尤其是在名人的这些圈子里面 什么明星啊 什么棒球 这个体育明星啊 什么什么知名的这些电视的脱口秀的这些演员啊 网红啊 等等吧 知名人士 他都会在他社交媒体上表达 就是对前任 这也是一份责任 就是这种东西呢 你会感觉到 你都离婚了 这个前任 这个母亲节 你也要问候一下吗 他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种好的一种习惯吧 就是起码是 传递这种爱了 就是您像在国内来说吧 或者是中国人圈子过母亲节呢 就是我住跟妈妈说 母亲节 可能我老爹就没有跟就没有这种啊 就是我媳妇啊 儿子 你母亲节也没问候问候你呀 怎么怎么样 其实他们之间也应该互相问候 或者说呢 你身边有当母亲的人 人的你也应该问候问候啊 这是一种传递爱的这个角色 而且我也听过一些就离婚的美国人说过的 就是前任的这种问候呢 其实给他也是一种你对他的和你保持婚姻期间啊 就是有你们俩在相爱和结婚期间你对他身份的一种肯定 即便咱们俩分手了 你不是我太太了 但是你还是在那个婚姻存续当中 你是这个咱们有孩子的母亲啊 你这个母亲的角色是一个很美大的 是一种爱的化身 所以我要祝你啊 母亲节快乐 我要表达对你的爱啊 这个跟咱们两个人的婚姻没关系啊 那是另外一种我要向你表达祝福的一种责任啊 这个也挺有意思啊 也是一种一种传递温暖传递爱的方式啊 所以呢 今天也是跟母亲节有关吧 聊一聊 因为今天这个我出去餐馆啊 包括超市啊 什么花店哪 有一片繁忙啊 这都是看年龄大的这个老太太也好啊 中年妇女也好啊 年轻妈妈也好啊 都拿着花啊 孩子们又拥抱又送贺卡呀 包括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朋友 我看今天微信圈朋友圈里面 都是外面去吃饭 孩子送贺卡啊 就是大家也互相表达这种爱的方式 好吧 今天就聊聊啊 也是聊闲聊跟母亲节有关的话题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